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从诚意到肖战 内娱四大抗拒小声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 1.肖战 凭借陈情令一夜爆红 18线小演员直接逆袭内娱顶流 肖战的抗拒能力到底有多强 《藏海传》为播鲜火 预约人数高达249W 占据预约榜第一名 持续霸榜418小时 同样 肖战主演的《骄阳伴我》 在七轮上星卫视播出 播出第一天便受到广泛关注 而去年仅仅梦中的那片海 就上星了14次 肖战和李沁主演的《孟海》 更是额场战内第一部热度破3万的年代剧 播完肖战就直接官宣了徐克 郑小龙两部大导作品 就连余生这样的小制作 播出后平台单日播放量连续9天破亿 37天就获得40亿的播放量 王牌部队播出后收视率 冲上卫视黄金档同期T.O.B.E. 全网话题阅读量超过142亿 哪怕玉谷摇毫无预兆空降 热度也是直接飙升到榜首 2.成毅 出道6年 播出6部男主剧 其中5部获得年冠 琉璃集军过21亿 沉香如泻怒海前沙底线 也是集军过亿 去年的莲花楼更是大爆特爆 完播一年 还能收到央妈点名表扬 战内持续霸榜12个月 在17个国家登顶榜首 常委效应吊打五家大制作 双平台同时官宣五家一番大男主剧 傅山海还没开拍 平台已经强制宣传爱了 官宣长安24季 狐妖王全篇战内预约破222万 妥妥的爆款预定 3.白净庭南来北网在央八首播 创下最高峰播放率破四的记录 成为历史第一 酷收视率更是超过曾经的狂飙 长峰度上兴央八 开拨41小时热度火速破万 开端豆瓣平分8.2 更是2022开年爆款网剧 开播三天 完结后播放量突破12亿 单集更新热搜平均超20个 城池盈磊16轮上兴 即均播放量破亿 足以见证白净庭的实力 期待白净庭的新巨南哄和正当防卫 也能有不错的成绩 4.谈剑4 仅靠一个预告救火变内鱼的 也只有我的白月光审议了吧 22年一部列罪图鉴低开高走 开播仅一天就成为飙升榜冠军 有效播放级军破亿 列罪图鉴2更是预定爆款 战内预约破200万 去年的《长相思》中 香柳出场最少 角色热度却是断层第一 碾压难易难二 第二季完结后 香柳战死的词条连续多日霸榜热搜 很想你播出12集后 战内热度值值充26000 实时热度排名第一 谈剑4作为爱豆出道 但影视歌舞宗全面开花 实力不容小觑 以上四位抗拒小生 每一个都是实至名归 内鱼能不能给他们四个一起颁奖啊 词状异 请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